有 不要超超高 今年2月花蓮发生规模6的有感地震 当时造成多处建筑物倒塌 人员伤亡 让花蓮人开始检视居住的建筑物结构 是否安全 油门诺基金会承接 位于花蓮美轮区的花蓮县 身心障碍社福服务中心 就是因着这场地震决定结束长达19年的服务 因为我们三四楼的照顾的对象 是完全卧床的这样子的一个住民 依照法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照顾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其实要有一个紧急的双向逃生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因为比如说像在这 但是在这一栋楼里面 它只有电梯跟楼梯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回旋梯 那回旋梯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逃生的路线 那但是另外一个双向的部分 因为紧急的时候其实不能坐电梯 那我们的完全卧床的住民 它也没办法走楼梯 所以其实对我们三四楼的住民 它其实只有一个单向的一个逃生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那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其实也有 一个有六七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其实因为我们的服务业务都必须要经过 那个专家学者的一个定期的一个评见 那其实专家学者都已经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了 那在今年的时候 因为花莲发生了地震 所以就逼得我们 促使我们跟县政府去认真去考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从外观看 这栋超过21年的建筑物 后方有逃生使用的回旋梯 依照门诺基金会统计的资料 三四楼重度障碍住民总计有60位 基金状况发生时 仅能依靠工作人员 一一将住民顺着回旋梯推往出口 在停电状态下 没有电梯可以使用 剩下的就仅有回旋梯单向的逃生 不合乎现金的消防法规 而位于二楼的儿童发展中心 因为是兼办项目 当生障服务中心业务结束时 而发中心也就跟着停滞 我听到当天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时候 其实心里很多着急 然后也很反弹他们的这个做法 因为我所接收到的 那天接收到的讯息 是因为说这个洞建筑物不合法规 所以就要停止而发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很合理 停止而发这个服务的原因 对 因为花脸那么大 其实每个家长都会在想说 难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是可以让这个儿发可以继续服务的吗 为什么是选择停止 再来就是这个中心 儿发中心的服务 也有许多孩子在排队 要进这个服务里面 然后你们选择停止 那不管是我们现在正在 持续服务的孩子来讲 这些家庭来讲 那之后需要这些服务的家庭 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冲击 三岁的挪亚是个早产儿 出生时体重5到800公克 住在保温箱里四个多月 十一个月大时 挪亚的爸妈发现 挪亚的身体发展不如同龄的孩子 医师到门诺医院做联合评估 医师诊断为脑麻 有轻微听损 所以挪亚开始接受物理治疗 语言治疗 一开始是 我觉得医疗 医疗是一个 在花莲地区很缺乏的地方 因为一开始 就是挪亚 十一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帮他排复健的时候 我们把他排门诺 我排了半年都排不到 他说个案太多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着急 很着急情况下 这中间就知道有盗宅 才给他做盗宅 可是发现盗宅的频率没办法很高 然后对于像我儿子这样子程度的孩子 是需要高频率的刺激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申请那个慈激 而发那边复健 然后复健也是一直复健一段时间 后来到达一段时间才去申请 就是儿发这边 他年龄到了我们才申请的 挪亚进入儿发中心一年时间 多项发展有明显的进步 因为在儿发中心里 老师会依照语言 职能等治疗师的专业规划 每天排入孩子的课程当中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让他们练习 把书包放好 然后洗手 准备洗手 这些动作都是他们在个别化服务计划里面 应该要学会的东西 我们的孩子都是用比较个别化的学习 我们不是用一般的教材 那我们就个别化的 我们找了服务这边的服务形态 我想说就我们的服务形态 它有分为日间托育型的 那这就是白天的时候 家长把小朋友送到我们的 找疗中心这边来接受服务 那目前在这边的话 就是会有13位的小朋友 那在这边的一个师生比 就是一个老师大概照顾 三到四位的小朋友 那三到四位主要是要看 我们这个照顾的这个小朋友 他的一个发展磁缓 或者是说他的一个 就是身障的一个 就是状况 如果比较重度的话 可能就是照顾的比较少 可能一个老师只能照顾三位小朋友 碰到这样子特别的孩子 其实很多都不知道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孩子 怎么去引导孩子 有更多的进步这样子 所以我也问了老师 后来老师给我的答案 都是跌破我跟爸爸的那个想法 因为他平常在家里 我们都觉得他不会讲话 然后吃饭也有困难 可是他在这边没有多久 他老师都跟我们说 他是一个很多话的孩子 然后吃饭也 吃饭的就是他咀嚼功能 也慢慢这样训练出来 要不然他以前在家里都是吃留职的 民国87年门诺基金会 受花莲县政府委托 办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设置重障养护中心 儿童发展中心 辅聚服务 温水游泳池 及综合性身心障碍服务 其中儿发中心跟一般学校很不一样 会结合专业人员像是医师 治疗师 特殊教保等 为发展吃还幼儿 规划个人完整的治疗课程 只是今年3月 传出门诺基金会 即将停止这项业务 让许多家长感到诧异 尽管门诺基金会 与花莲县政府 已提出相关配套措施 但对于孩子的未来 该何去何从 家长感到非常着急 那确实在公告的时候 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的时候 因为我想家长在 就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确实真的是会很震惊 或者是不是很能接受 那但是事实上 其实县府他们 其实有提供了一些 相关的一些配套跟一些说明 那只是后续我们都也跟县政府 一直陪着这些家属来 看其他就是学校体系的这些机构 学校特教班 那或者是说他们如果是需要 其他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要交通车的接送 或者是说一些他个别化的一些 辅具的使用的部分 那我们都有跟着家长做一些讨论 说明跟陪伴的部分 后续他们给我们的答复 还不是一个很明确 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说会继续办 但是之后的单位是不同的单位在承办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能给予的支持程度有多大 对因为我们会坚持而发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们当初这中间有辗转说要把小孩子转到一般学校 因为说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教育体制 可是对这些孩子来讲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一般教育体制下的教学跟在承发这边的教学差异是友善的环境 再来是师资 再来是就是 附件的频率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二发这边很 比较 他们给予孩子支持比较多元 学校就是学校 要照着学校的体制走 课标走 不可能做这个小孩子需要什么 然后能给予他这样的支持 门诺基金会承接的额发中心即将在今年底结束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表示 经过研议之后会更换承接的单位 持续日间托育的业务 只是这波动荡已经在家长心中掀起不安全感 也凸显花莲县儿童早期疗育 没有长期稳定日拖照顾机构的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在部门都有上复健课 老师有跟我提过 有一个学校是两岁前可以收小朋友去上课的 就两岁 应该是两岁 那因为凯温那时候还比较小 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一块 但是老师有跟我提过 那因为他最近快两岁了 就是也想说好那就打去问看看 那电话一问之后他们还跟我说 已经这个学校可能就要被 应该是额发中心嘛 他就要被就是换另外一个单位 就是可能就没有了啦 已经不再收学生了 那只能做盗宅服务 那我说好吧那我就是请老师 就是如果这样也可以 我就先请老师在家里面做盗宅上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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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疗愈这样子 罗拉拉 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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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食确诊为小头症 于是凯薇的妈妈 积极到门诺医院 跟慈激医院进行治疗与复健 一周有五天都在奔波 其他在家时间也按表操课 不放弃任何可以治疗凯薇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 当初我会这么积极 要跑两边的复健 就是想要给她 一点希望都不要放弃 可是我后来真的发现 我们要集中在 其实我们跑一五我们很辛苦 我们一五要去慈激 二四要去门诺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 我们太常住院门诺 把我们的客厅掉了 我们其实这样子每天奔波很累 然后礼拜三老师到宅 到宅还好我们不用出门 对 但是上课其实一直跑来跑去 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她还不到三个月 通常我们都会先观察三个月 所以我现在跟她玩的游戏都是先测她的能力 测她的能力之后 我们才要开始写她的个别化服务计划 我才会跟妈妈讨论 我要帮她定的大概是半个月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就照着那目标来学习 那也可以请家长在家做这些目标 让她的那个能力是一步一步的进步 民国九十三年 内政部为要解决资源不均机构数量不足问题 订定发展持还儿童到宅服务实施计划 将早期疗愈方式扩大增加到宅服务 花莲县在民国九十九年实施 以解决花莲县资源过度集中在花莲县北区的现象 门诺基金会的能力其实也有限 那在开办之初那样的一个状况 有这样一个空间 那我们当然就是尽力把我们照顾的对象给她照顾好 那因为安全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也促使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门诺基金会其实是像我们的早期宣教士 他其实就是走在偏乡 去看到那种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这些老人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 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也让我们去思考说 那种对集中式的就是日间照顾跟到宅的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有更多的是在 散落在隐藏在各乡镇当中 所以也促使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就是把我们的既不多的资源 那全部集中在稻宅的这一块 然后走到乡镇去 走到家里面去 把那些最不可能去使用服务的 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家庭找出来 然后服务带进到他们家里面去 好大的 当初我们的早老老师家里 这个一样老师是公家里指甲油 对 有没有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根据微服部统计 106年发展 持环儿童早期疗育服务个案 受理通报总计两万三千五百三十五人 其中花莲县有817名需要早期疗育的孩童 然而承办花莲县儿童早期疗育的 台湾儿童早疗育协会 却仅有七位社工人员 要因应全花莲县早疗转案或协助家庭 需求其他方案的工作 两位教保老师要服务近三十位 盗宅早疗的孩童 这样的人力悬殊 是花莲县推同早期疗育 长情面临的困境 甚至也是全台湾都有的状况 我们要服务其实是必须要跑 就是跑得非常远 然后可能交通也不是这么方便 所以导致我们在专业人力的提供上面 会有一些限制我们必须要邀约 可能医疗院所的一些治疗师 可以在就是他们可以用请假的方式 来协助我们的孩子 也或者是我们会 就是特别聘请台北的老师 来到花莲来协助这些孩子这样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服务的频率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早知我们在服务的提供上面 就是会有一些落差跟断层这样 民国82年台湾正式将儿童早期疗育 纳入儿童福利法 透过法来保障0到6岁孩童 接受早期疗育的权益 25年时间台湾的早疗政策 因应地理环境 个案状况推出不同的服务形态 但在华东地区 不同族群的文化习惯和差异 是教保老师和社工人员 在规划孩童早期疗育时 很重要的参考值 文化上其实还是会有所差异 跟我们一般平地的家庭 或是跟我们原住民家庭 其实还是有一些文化 或者是对孩子发展上看法的不同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去跟 我们所接触的家庭去了解它 而且去尊重它 从它的文化的观点 来看孩子的一些发展 还有它对孩子整个发展的期待 跟需要会是什么 那这样来厘清我们后续应该 协助它的一些重点会是什么 人力不足要被解决 文化差异要被重视 花东地区推动早期疗育 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 和完善长久的规划 才能在相同的早疗政策里 走出属于花莲早疗的一条路 1 1 2 3 2 3 3